刚才啊咱们说完了这个地归神经网络以及呢它伴随出现的一些问题吧 那现在啊我们就要围绕着啊这个地归神经网络出现的问题 然后呢我们把它呀进行了一个升级 升级成了什么就升级成了这个LSTM 嗯LSTM啊它的翻译过来意思就是一个长短的一个记忆网络 那我们来想就是一个长短的记忆网络 是不是说你的一个记忆啊可长可短是咱们可以选的呀 那这里咱们就来看一下嗯关于这个LSTM啊和LSTM 首先呢咱们来对比一下它们网络结构的一个不同吧 对于这个LSTM来说啊这比如说是一个ST 然后呢这块有一个ST-1是我前一阶段网络 这一点啊进行了一个组合然后选了一个激活函数 就得出来了我当前这个阶段的输出HT了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LSTM的网络 然后呢我们的LSTM啊我们再来看它就稍微的复杂多了吧 首先呢这个ST来了啊这块也有一个ST-1 它跟我的一个输入啊进行组合完之后 好像走了很多个地方吧 那它都是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咱们一会儿啊就是说整个的LSTM啊 它的网络结构可能稍微有些复杂 咱们呢给它拆分成一小部分一小部分 先看一下就是说每一个小部分啊 它都是做了一件什么事 首先呢就是说在这个LSTM当中啊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 它给咱们提供了一个东西叫做一个控制参数 这个控制参数的意思啊就是说 咱们之前不是说了这个RN它最大的问题 它不会去忘嘛 它会把所有的东西啊都给它记下来 然后一串子啊就是这么保留下来 但是呢在这个LSTM当中啊 它就会做这样一个决定 一个数据来之后 我并不是说要把它所有的都记住 可能呢我要选一些啊有价值的我保留下来 没有价值的我就给它舍弃掉 那这里啊咱们这个LSTM网络啊 它是怎么办到这件事的 我们就需要指定这样一个参数 指定一个控制参数 这个控制参数啊它就包含了啊 我们在什么样的信息可能会保留 什么样的信息可能会被遗忘 简单的说呢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啊它是一个比如说咱们的输入数据 它是一个lis的形式 然后呢数据里边啊它有一些数据的值 那对于这个C来说啊 它里边可能就是有些是1 有些是0.25啊 有些是1的或者说是有些是0.8的 它的意思啊就是说 对于部分信息我斥零的直接给它舍弃掉 是0.25呢相当于是进行部分保留 是1的全部保留 0.28的大部分保留啊 就相当于是做了这样一件事 那这个C战术啊 刚才大家说过了啊 它是决定着我们什么样的信息会被保留 什么样的信息会被遗忘 那关于这个C啊 是不是说 嗯 哎我们现在怎么知道什么样的会保留 什么样会遗忘啊 肯定这个东西啊也是需要网络去训练的吧 咱们C啊也是咱们的一个参数啊 要通过训练来去得到 那这个C参数啊该怎么样进行训练呢 我们来一步一步看啊 这里啊我们来看 嗯这里就是说这块有一个符号 它有个大箭头 我们把呀这样的一个操作叫做一个门单元 这个门单元的意思啊 就是相当于是 嗯让我们的网络进行一个自己的选择 通常情况下就是说 嗯我们刚才不是举的意思吗 啊咱们0就是全部舍弃 1呢就是全部保留 中间的就是啊 开始按我的一个心情进行部分保留 那怎么样做这件事的 咱们之前有一个函数叫做一个SIGMOD函数吧 SIGMOD呀是咱们经常去利用的吧 它会把所有的输入压缩到0到1的范围区件上 那这里是不是说 既然我也要进行一个保留或者舍弃 那我也可以借助这样一个SIGMOD函数 来帮咱们啊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啊 再大家看一遍啊 这个SIGMOD函数啊 咱们之前说很多了 在富穷到郑无穷的区件上 SIGMOD值都会被加缩到0的0到1的范围区件上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这么想啊 就是说 如果说是0 就是表示着我们不让任何东西通过 那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 你的一个记忆单元当中 没有东西传出去 那是不是说 它就是相当于把你全忘了 那1呢就是说 全部人与通过啊 相当于是 把我的记忆的啊 全部拿出来啊 放到下一层当中去跑 这个是LSTM当中一个比较核心的概念 叫做一个门单元 一会儿啊 咱们会看到啊 在我的LSTM 整个神经网络架构当中啊 有很多种这样的神经元 咱们的所有的操作啊 都是跟这些门单元 相挂钩起来的 那第一步来了 第一步是不是说 我要去把之前的输入啊 进行一个 就是有选择的丢弃啊 我要想知道一下啊 当前的我一个输出 比如说正常情况下 我的一个XT 是我的当前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上一层啊 是有一个HT-1 上一层的一个中间结果 那这里啊 是不是说 它俩进行组合啊 组合完之后啊 我可以通过一个激活函数啊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这个CMOD函数 然后呢 我得到了这样一个FT值 这个FT值啊 是不是它所有值 都是在0到1的范围器件上了 那这里我们可以啊 说它这个FT 它是表达这样一层含义 FT呢 一会儿我们来看啊 这块是阴影的 我们来看啊 一会儿FT 跟谁组合了 跟这个CT-1组合在一起了吧 它是什么样操作啊 一个乘法操作 一个乘法操作啊 是不是说 任何0到1的乘上CT-1 它就会相当于是啊 我们进行一个有选择的保留 或者说是有选择的一个丢弃了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这个LSTM啊 这个神经网络 它会做的 先把你的输入和输出啊 先把你的输入和前一层的输入 拿进来 组合完之后啊 我们拿到这个FT之后 我要让这个FT 跟我的CT-1进行一个组合 它们组合完之后呢 我就知道了 什么样的信息啊 该保留 什么样的信息 该仪器 这个CT啊 是咱们永远要维护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 这个CT我们要永远的更新下去 每一个阶段 咱们要保留和要更新的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每一阶段 我都希望得出来 当前的CT值是等于什么 所以说呢 我先啊 根据这个CT-1啊 去算一下 我当前啊 该遗忘了什么信息 那既然有遗忘信息啊 肯定就会有保存下来的信息吧 你不可能啊 就是说 把这个东西全忘了 咱们说啊 就是说 刚前啊 咱们就是有这样一个阴影的吗 我说前面这块啊 它是一个遗忘的门单元 那现在呢 我要进行了一个保留 我们来看 这里 还是XT和HT.1 它们接下来啊 又通过了一个 又通过了一个门单元 就是跟这个门单元是一样的 然后呢 得到了一个IT 得到了一个IT啊 我就说 这个IT啊 刚才这个门单元 是我要遗忘的 这个门单元呢 是我要进行一个保留的 那在我进行保留的 比如说 我认为啊 这个IT都是我想要的 那对于这一部分啊 我都想要的一个 都想要的来说啊 我还是跟它 用这个CT进行一个组合 跟它跟这个CT啊 又进行一个组合完之后 我说我啊 当前的一个结果要加上去 加上去啊 就是说 我现在要保留多少信息 所以说 咱们这个LTM啊 它第一个门单元 是一个遗忘的啊 咱们现在讲的 它是要进行一个保留的 对于我这个IT 就是我要保存下来的 一个新的信息 是什么东西 对于这个CT呢 就是啊 我们要对我的一个 新的数据来了 我形成了一个新的控制参数 我要把这个控制参数 往上加上去吧 就是说 原来啊 这个C啊 它是有这样一个串子组成的 第一步啊 它是落到这里 先去选择遗忘一些 然后呢 又落到到了这个加号这里 加号这里啊 我就要有 我就要把我要是保留的信息 在它加进来了 所以说这一步呢 我是先算了一下 我当前要保留的这个IT IT呢 跟我的一个CT啊 进行了一个组合 相当于啊 是我要把这个参数 进行了一个更新 那我们来看 这里啊 是不是说 我的一个CT进行了更新啊 CT等于什么 原来的FT 我要进行遗忘的吧 左半部分呢 是我要进行遗忘的 就是说这个CT该怎么样 进行更新啊 经过两步 第一步先去遗忘 第二步 加上 加上我们要保留下来的 保留下来什么呢 这一块 我们算出来一个C的 一个小的CT参数 用的这个小CT参数啊 跟我当前要保留下来组合啊 组合完之后 就形成了我 当前要怎么样保留这个CT 那现在是不是说 这个CT啊 当我走完了这两步 先走了一个遗忘的 再走了一个保留的 走完这两步之后啊 我就可以得到了一个新的CT值啊 那我有了一个新的CT值 相当于是 在我进行一个网络迭代时 我这个CT也不断进行更新吧 因为呢 咱们每一个输入啊 它都是要有选择的啊 去忘记之前一些 保留之前一些 所以说啊 每一次忘记和保留的 都是不一样的 咱们在这里啊 要差一会对待 所以说 这个CT啊 咱们是从始至终 更新到结束的 这个是我们随时 需要进行一个更新的 那我最终要的 不就是我的一个HT吗 我的一个HT 是我的一个输出值 那现在我的HT 跟我什么想挂钩啊 我们来看 我们原始的数据来了啊 原始的数据来了之后 是不是说啊 我要想得到一个新的数据 这一块呢 这个就是我当前的一个数据啊 就是前面数据 跟我当前数据组合完之后 组合完之后啊 我要跟我的CT还进行组合吧 跟我CT进行组合完 组合就是相当于 这一回啊 明确的告诉你 什么该放 什么该留 所以说呢 在这一块我们来看 我的HT等于什么啊 我的HT就等于 我的一个CT啊 给它进行了一个机温函数 然后再乘上 咱们当前的这个OT吧 当前这个OT表示着 你还没有什么都没有忘 什么都 就是什么都没有忘 全留下来的时候 它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呢 这回我们用的什么 用的是一个CT啊 就是更新完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呢 我们就是要用的是 用的是一个新的控制参数 来产生咱们当前 这个阶段的一个输出 那么这个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RSTM网络 整体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 它的一个整体架构啊 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输入来了 数据来之后 我们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个控制参数 该怎么样进行更新吧 所以说呢 RSTM当中啊 核心就是围绕的这个控制参数 在我的控制参数当中啊 它就会决定了 什么样的信息会保留 什么样的信息会被遗忘 这个是我RSTM网络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呢 它会啊 使得我们 即便一个输入特别长 那离着近的信息 可能都会 离着近的 它可能会认为 比较有价值 保留更多一些 离着稍远的一些啊 它保留的 可能就 没有那么多了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吧 这就是我的一个 整个的RSTM网络 它的一个架构 可以说啊 就是跟咱们之前 RN相比有哪些不同啊 RN 比如说 在左边两个A RN里边 是不是说 都是一个地规的网络啊 只不过说啊 就是说啊 整个的一个网络架构 还没有变 只不过说呢 网络的一个细节 就是说 该怎么样去利用啊 中间的一个信息 咱们地规神经网络 是不是一条线的 然后在这儿 把记忆拿回来就完事了 只不过说啊 RSTM啊 稍微特别一些 它会把我的记忆啊 稍微处理一些啊 决定一下 拿这样一个控制参数C嘛 用这个C啊 去调节一下啊 什么样的该用 什么样的不该用 这样呢 我就可以得出来了啊 我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我们来看 这还是HT-1 HT和HT加1吧 假设说啊 还是那句话 那我最终要的 不还是这个HT加1 最终的一个结果值嘛 这里啊 就给大家讲了一下啊 在咱们实际用途当中啊 咱们用RSTM是更广泛一些的 因为对于RN 它有一些问题吧 RSTM啊 巧妙的解答了这些 一下这些问题 所以说呢 咱们接下来要用的 都是RSTM这个网络 就是说 从应用角来说啊 RSTM要比这个RN 应用的更广泛一些了 相当于啊 最基本的一个结构 是RN模型 咱们现在呢 都是用它的一个升级版 RSTM啊 去帮咱们做一些资料源处理 或者是一些蓄力化 预测的一些问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烏忽 那么在咱们运路上